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19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 赵乐际 王沪宁 丁薛祥 李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到会祝贺 蔡奇代表党中央致辞 人民大会堂 大礼堂 灯光璀璨 气氛热烈 近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团19大代表 肩负着7300多万共产团员的重托出席大会 上午10时 中共中央总交集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等目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 阿东宣布大会开幕 全体起立 高唱国歌 厅客 宣布大会 大会主席团常务员 Penitt 全體高唱團歌 我們是出生的太陽 永世民也敢回答 敬禮 隨後八名少卿隊員向大會献辭 鮮豔的紅旗引力在會場 那裡是紅領巾來自的地方 用實際行動為紅領巾增添 新的榮光 這就是新時代青少年 他們用響亮的聲音 表達了從小聽黨話 跟黨走 勵志為黨成才 為國奉獻的堅定決心 為這理想勇敢協棄協棄協棄 蔡奇代表黨中央發表了題為 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征程上 書寫壯麗青春篇章的致詞 蔡奇向大會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 向全國各族青年全體共青團員 廣大團幹部和青少年工作者 致以誠摯的問候 蔡奇在致詞中說 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 團十八大以來 共青團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全面從嚴管團治團 團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不斷增強 引領力、組織力、服務力不斷提升 廣大團員和青年 聽從黨和人民的召喚 用青春的激情奏響了清澈的愛 只為中國的時代強音 用青春的行動 踐行了情黨放心 強國有我的蒸蒸誓言 蔡奇表示 中國青年和中國青年運動 從來都是在擔當時代使命中 彰顯青春的使命 在推動時代進步中 實現自身的進步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以中國式現代化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是黨的中心任務 也是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 和青年工作的鮮明主題 廣大青年要牢記 習近平總書記的尊尊教導 立志做有理想 敢擔當 能吃苦 肯奮鬥的新時代好青年 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 挺應擔當 繼續創造無愧於時代 無愧於人民 無愧於歷史的新的青春業績 共青團要堅持不懈 用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寧心鑄魂 時刻對標對表 黨中央決策部署 謀劃和推動工作 更好團結帶領廣大青年 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 言語管團制團 在全方位高標準鍛造中 煥發共青團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 奮力書寫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 和青年工作的壯麗篇章 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 書記處第一書記徐劉平 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中國作家協會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向大會致賀辭 賀辭指出 各群團組織 要繼續發揚優良傳統 充分發揮各自優勢 帶領所聯繫群眾 更加信心滿懷 更加鬥志昂揚的緊跟黨 走在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的大路上 共同譜寫新時代 黨的群團工作新篇章 阿東代表共青團 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 做了題為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 動員引領廣大青年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的報告 報告分為十個部分 《在革命性魔力中奋進的中國共青團》 《新時代中國青年的使命擔當》 《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統領共青團工作 《大力加強青年思想政治引領》 《組織青年》 《正當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 《結成服務青年成長發展》 《鞏固和擴大青年愛國統一戰線》 《匯聚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青春力量》 《縱深推進共青團改革》 《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團》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全國人大常委會 國務院 全國政協 中央軍委有關領導同志出席會議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 各人民團體 北京市負責同志 部分在京離退休的 曾在團中央書記處工作的老同志 首都各族各界團員青年代表等 參加開幕會